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现身乌镇 绿衣非帽原脑袋 亲自背黑色行李包半入住惹心疼 2022年对于王一博来说是忙碌的一年 即便到了年底他也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上半年还拍摄了两部影视剧作品 下半年就一直围绕着综艺作品 这就是街舞舞打转 另外这一年王一博接连官宣了好几个代言 也是对他这么努力工作的肯定吧 目前王一博还没有进组拍戏的消息传出 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私人时间 根据知情人透露 王一博利用这段空档 安排了私人行程前往乌镇戏剧节 一大早就有网友曝光王一博 从北京飞往上海的路透照 穿着一件绿色的羽绒服上衣 戴着黑色的帽子 把脑袋裹得圆圆的 看起来非常的低调 到了目的地之后他还刻意做了核酸 显得非常的严谨 在舞台上一直是酷帅形象的王一博 没有想到做核酸的时候超级可爱 看着工作人员然后蹲下来 拉下口罩张嘴一气呵成 在到达乌镇之后 有网友偶遇王一博去酒店的画面 从背影来看 王一博这次是亲自背着重重的黑色行李背包进去酒店办理入住 还别说 看着他的背影还略微有点心疼 整理好之后 王一博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了某办事大厅 看来到达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行程 有网友表示虽然是私人行程 但是王一博此次到乌镇应该也和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王一博此次打扮是不是非常接地气呢 你们期待他接下来的影视剧作品是什么类型的呢 王一博现身乌镇戏剧节 绿衣黑帽圆脑袋 亲自背着重重的行李包办理入住惹人心疼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